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虎爷老师 今天我们不谈投资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谈人生中重要的课程 在现代的生活中有很多人不快乐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心中缺乏了善 即使行善能让你我都可以充满了温暖 充满了爱 所以礼善大家一起来 美好就能无限量的延迟下去哦 一个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呢 就能反映出这个人的品质 就算你功成名就大富大贵 你对待弱者也必须用谦卑合理的心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事可以值得我们学习哦 我们可以学习他如何面对困难 也可以学习他们如何面对他们生活中 用他们的认真的态度来过生活 然后反思哪一些人生的关卡 也可以用这样的生活来过哦 那生命斗士立刻胡哲 他从小罹患了海豹之症 没有四肢 但是他仍然用他的善 仍然用他的心 在寻回全世界 用他的演讲来激励大家 李财周刊 红宝山社长呢 他从小罹患了小儿麻痹 而且出生在三级贫护 但是他从来不向命运低头 他现在能及时行善的帮助大家哦 十大杰出教育家得主 陈良传董事长呢 他有介于看到非常多的弱势学生 非常的辛苦 他也积极的推动得名还愿奖学金 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来参考的例子 那不论你的力量多大或多小 只要你从现在愿意付出你的努力 用你的心来帮助这个社会 这社会就能变得更美好哦 李善我们就从现在开始 那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加油 那让我们的善可以继续的分享 给大家分享出去哦 那李财小学堂我们就到这边啦 下次再见咯拜拜